提到巴黎的特产 相信大家一定就会先想到的 就是口感宛如水梨的绿竹笋了 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巴黎的竹笋 其实一年是可以收成三次的 其中下谷里就有不少的里民 种植绿竹笋 来到巴黎区下谷里 可以看到不少竹笋园 这里种植的就是大家熟悉的绿竹笋 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巴黎的竹笋一年可以收成三次 背山面海的虾谷里 除了有不少的里民耗补于维生 有许多的里民家中 都有种植绿竹笋 原来这里的土壤相当适合 种出来的竹笋特别好吃 因为我们这里是葱沙平原 里面有些土是比较爽 所以这种土壤吃得比较软 我们在说什么 总统来比总统来还好吃 里长相说因为巴黎绿竹笋相当有名 所以价格很好 笋农常常把漂亮的竹笋 拿到市场上贩售 把口感比较差的留给自己吃 因此下次有机会吃到绿竹笋 大家可要好好珍惜 记者沈仲林锦鱼 巴黎采访报道